女人穿了条魔力牛仔裤 裤头竟然开始自动收缩 她越挣扎就勒得越紧 最后活生生被勒成了两半 不仅如此 事发后她还清理了现场的血迹 等待下一个猎物出现 不久又有一个女人来上厕所 她很好奇 厕所里怎么会有条牛仔裤 走近一看 裤子的标志瞬间让她着迷 她重鞋式的当场就脱下鞋子 换上了这条牛仔裤 接着诡异的一幕又发生了 女人的腿 居然不受控制地摇摆起来 晃得她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挂在了铁钩上 而牛仔裤也挪动着 离开了厕所 回到了纸箱 原来 这条牛仔裤是店里的新品 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材 自动收缩 无论你是瘦成一道闪电 还是胖成一片海洋 穿上它都会刚好合身 如此神奇的卖点 让老板已经在狠狠期待 明天的营业额了 他并没有留意到 自己的两名员工已经被他杀害 为了新品的保密 老板还把专卖店大门锁死 直到明早才会打开 就在这时 新来的员工大美 在厕所里发现了被杀的员工 他吓得不轻 赶紧去告诉了老板 但老板为了不影响 明天的新品大卖 他命令大美不准报警 大美不想丢掉工作 只能配合老板 把尸体藏进了垃圾桶 与此同时 仓库的管理员眼镜哥 也发现了这条牛仔裤 他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 不小心从仓库里拿了出来 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 他赶紧带回仓库 可当他看到上面的标志时 也情不自禁受到了蛊惑 他萌生了想试穿的想法 结果裤链刚拉开 牛仔裤就显露原形 他疯狂地撕咬眼镜哥 没一会 男人就领了盒饭 事后牛仔裤还不忘清理现场 当老板发现的时候 眼镜哥已经被放在了箱子里 大美又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担心凶手就在店里 坚持马上报警 可老板已经偏执沉默 谁都不能影响他赚钱 他一棒子 将大美打晕了过去 这条牛仔裤成精了 他爬上女主播的肩膀 直接锁喉 女主播苦苦挣扎 却也无济于事 只听见咔嚓一声 脖子硬生生被扭断了 摄影师还没反应过来 牛仔裤就突然站了起来 跳到桌上瞄准猎物 然后直接扑了过去 过了一会 老板从仓库回来 看见所有人都已死绝 而真凶正在舔势鲜血 还居然是条裤子 他强压住内心的惊恐 悄悄把门关上 然后赶忙跑到办公室 说新品牛仔裤杀人了 可女拍档根本不信 还执意要去看看 结果当然是有去无回 牛仔裤保持一顿后 又开始寻找新目标 正要袭击印度妹 突然一首印度歌响起 牛仔裤居然跳起了舞 而这一幕 都被女主播的相机录了下来 随后印度妹去接听电话 但牛仔裤并没有追杀过去 因为她已经被眼前的塑料模特 深深吸引 她走了过去 用鲜血在头上点了个红点 而此时被老板打晕的大妹 终于醒了过来 她来到空无一人的展览大厅 捡起了地上的摄像机 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牛仔裤干的 她找到印度妹 给她看了里面的视频 两人决定要逃离这里 然而老板为了新品的绝对保密 已经将大门锁死 他们只好跑来监控室找到老板 让她开门 但就在这时 牛仔裤也追了过来 正疯狂地敲击着大门 大妹突然想起 牛仔裤跳舞的那段视频 她让同事播放那首《印度神曲》 果然牛仔裤开始手舞足蹈 他们抱着一丝希望 用广播问了一个问题 结果牛仔裤居然在墙上写下了答案 千万别买这种牛仔裤 她不仅会跳舞 凶起来还会吃人 她捡起一只人手 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 公司非法雇佣了大量印度同工 采摘牛仔裤所需的棉花 一位女孩在倒棉花时 头巾不慎被机器搅住 连带着她的血肉之躯 和棉花搅拌在了一起 但这件丑事却被公司瞒了下来 女孩的灵魂为了讨回公道 只能依附在牛仔裤上杀人 充满同情心的大美 承诺会将此事曝光 帮她控诉公司 但老板却死不悔改 还拿起灭火气一顿狂喷 牛仔裤大失所望地跑开 她不会再相信人类 直接切断了电源 召集其牛仔裤大军 准备屠杀人类 大美和印度妹看见后 下得赶紧逃出仓库 不料老板却突然出现 把大门锁死 威胁大美交出相机 两人并不妥协 宁愿折回仓库 老板为了不让事件曝光 只好冒险追了进去 并且很快找到了印度妹 一个动作就让她下了线 随后兴奋地捡起相机 却发现内存卡已经被拿走了 大美揣着内存卡 大气不敢喘一声 谁知下一秒 也落入了老板的魔爪 大美奋力呼喊牛仔裤 在她被勒晕后 老板抬起头 才注意到了满屋子的牛仔裤大军 还不等她反应过来 牛仔裤们直接扑了上去 把老板给干掉了 但他们并未得到满足 大美苏醒后来到展厅 求牛仔裤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人 但她根本不听 接着营业时间到了 大门自动打开 大美冲上前阻止客人进来 结果却被推倒在地 摔得头泼血流 而贪恋于牛仔裤的客人们 也一个不胜 全遭到了牛仔裤的疯狂报复 看完这部电影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牛仔裤 变紧了一点